哈喽大家好我是Amy欢迎来到频道那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了 今天视频呢就是总结一下2021年的彩妆最爱 这21年真的是过得稀里糊涂的 就是莫名其妙就过了 我在做总结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回去翻我之前的视频 因为我发现我都把20还有21年东西都混在一起了 这里边呢都是彩妆产品 我自己的肤制是混油皮 然后橄榄色调二白 那我们先从底妆开始 我这次整理的时候发现21年我真的底妆的爱用特别多 那先从妆前乳说起 第一个呢就是我在秋冬季比较喜欢的就是偏保湿型的妆前乳 那这个也是一个老网红了 就是Too Faced Hand Over 看它已经快要用完了 就是它现在只剩一层皮了 这个Hand Over呢它里面是有椰子水成分的 所以它闻起来呢是有一股浓浓的椰子味 它的膏体呢就不会像我之前喜欢的Tatcha的那些妆前乳 感觉是稍微厚一点的 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混油皮啊或者油皮啊 就是想要一些保湿 但又不想要太厚的话呢 这个Hand Over呢就是非常合适的 又吸又保湿吸收的非常快 干了以后呢就是超薄的 跟你后续上的底妆啊一点都不会打架 并且呢让你的底妆更持久 它是能减少那种卡粉或者浮粉的情况的 整体来说呢Hand Over是一个不容易出错 然后跟任何底妆都非常百搭的轻薄保湿型妆前乳 它先预占了下期铁皮的坑位 接下来呢是我上期视频也用到两个Makeup Forever的校色型妆前乳 一个是绿色然后一个是天蓝色 因为橄榄皮真的适合底妆很少 而且用很多特别是黄掉粉底 就是它会有发菊的情况真的很可怕 绿色呢一是可以校正脸上的红色 比如说你有红雀色啊或者像我比如说我这阵子脸上发痘 有很多泛红的地方然后就可以用绿色的妆前来压一下 或者呢就是我们橄榄皮日常用就是你脸上也没有泛红的情况 但是呢就是需要脸上再加一些绿 这个绿呢总体来说算是比较柔和的 它自己都说是Soft Green 不会涂出来非常夸张 真的就是轻柔较色而已 这个蓝色呢它是叫Baby Blue 它是天蓝 这个蓝色呢其实它是一种蓝紫色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妆前乳特别适合你皮肤暗沉发黄的时候用 这个颜色对于提亮你皮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一般用的紫色它主要是较黄 那蓝色其实它主要是较橘 那我觉得如果发黄暗沉的那种情况是比较重的话 天蓝色会比紫色更有用 这两个虽然它是叫妆前乳 但是我用的更多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把它们当较色乳一样调到粉底里面使用 它们质地是非常柔和非常水润的 几乎跟所有粉底液都是百搭 像我橄榄皮用粉底的话 我很喜欢把这两个颜色一起加入进去挑 如果是像我上一期视频的粉底那种 又橘又深的话那这两个可以多加点 加了这个天蓝色的校色以后 这个粉底整体的色号会浅掉很多 用它们来拯救一些那种氧化的粉底 效果都还挺好的 再然后粉底液一个就是这个 我已经夸了它很久的卢丹式的粉底液 我的色号呢是IO20 卢丹式本身底妆颜色真的非常少 这个颜色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橘有一点暗 总体来说这个已经很好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瓶我现在已经用到这里了 我就特别喜欢出去留的时候戴它 它真的是质地非常薄 然后是偏哑光的妆效 遮瑕效果也很好 中高度遮瑕 然后呢它根本就不脱妆 我之前去夏威夷 后来去多米尼家就是戴的都是它 热带环境下完全稳稳的 中途啊你在戴口罩啊脱口罩啊 然后摸脸啊什么 它几乎也都不掉 这个就是持妆大身 它也不像一般的高遮瑕度 哑光粉底一样 就是那么的厚妆感那么重 超薄然后妆感也不高的 整体真的非常高级 非常喜欢它 那如果你们是身属又热又潮湿的地方 或者要经常戴妆运动啊 或者每天戴口罩时间很长的话 脸很油这种情况都可以选择这个底妆 它再配上我的爱用散粉呢 真的就是你的底妆就是半永久的 另一个爱用底妆呢 就是这个苏库的粉霜 色号呢是105 那这个105号色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白橄榄色 它上起来呢稍微有点泛青的 那虽然这个颜色是比我本身肤色要白 但是稍微白一点总比发红发菊要好吧 这个粉霜遮瑕度也是高的 然后妆效呢就是奶油肌 我有时候皮肤状态不好 比如说像什么脱皮啊爆皮啊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用这种比较滋润然后也成分比较好 比较服贴的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的妆效呢就真的是非常自然 就感觉你本身的肤质很好的一样 它也不暗沉 有的时候我甚至没有用散粉定妆 然后它还是不会暗沉 再然后遮瑕也是两个 一个是这个Duty Lab的双色遮瑕 那它里面两个颜色 一个稍微偏黄一点 然后一个稍微偏粉一点 反正我都可以用 它是那种虽然很润 但是又扒得很牢 然后上妆效果很薄的遮瑕 像这款遮瑕我很喜欢戴出去的时候用 就是在外面补妆时候使用 那我有时候脱妆 特别是现在就是要长时间戴口罩的话 它那种脱妆我觉得跟以前那种 就是整体啊 比如说脸出油啊的那种脱妆不一样 戴了口罩以后的脱妆 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是一小块底妆 它就没有了 特别像我鼻翼这两块 或者像是我嘴角 这种情况脱妆呢 像我日常用的那种补散粉的方法 是救不回来的 因为那种局部区域就真的是色差非常明显 我发现这种时候呢 用这种遮瑕补妆就非常完美 直接一步到位 这个质地呢 虽然你摸上去是润的 但它绝对没有那种很润 就是很容易移动 遮瑕效果很好 不会厚重 不会让你卡粉 这个真的非常棒 补妆神器 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Hourglass的遮瑕液 这个也快要用完了 这两个我用法区别呢 主要是这个基本上都是 我在家里化妆手用的遮瑕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带出去补妆用的遮瑕 Hourglass这个遮瑕呢 就是遮瑕力非常高 然后延展度很强 一不小心擦多的话呢 延展只半张脸 持妆效果也很长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当做底妆来使用 它尤其适合这种眼下大范围的遮瑕提亮 因为它真的能推得很开 应该不久以后空瓶也能见了 接下来粉饼呢 当然还是Fenty Beauty的粉饼 这个色号呢 也是白橄榄色 就是130 Fenty Beauty的粉饼呢 它是属于中低度遮瑕的 而且它整体是偏干的 我觉得它有点点像那种粉饼跟蜜粉的结合体 质地上呢是又干又薄 有时候如果我想快速上妆的话呢 那就用这个粉饼 或者比如说夏天啊 或者你在热带完的时候 就是擦防晒霜以后 随便用这个压一下 就真的上妆非常快 设计呢我也觉得很方便 就是粉铺跟它这个粉饼是分开来用的 那这款因为它的一个质地比较干薄 我觉得用来补妆也是很不错的 那有一款橄榄掉的粉饼 真的非常难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难得 再然后呢终于说到散粉了 散粉呢其实我主要是用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我要先介绍这个 这个就是Duelab得意的 它就是那种透明的散粉 然后粉超级细 粉是那种很干的 这种散粉呢主要就是用来控油定妆 得意的散粉跟卢丹师的粉底液一起用的话 你的底妆就是汗在脸上的 你就是半永久底妆 那我之前拍这期视频的时候 你们应该也记得 当时的底妆真的完全不掉 又是在夏天 我之前用的又是粉霜 但是就是因为擦这个散粉以后 整张脸的妆都不会动 然后我也很喜欢它里面这种细网状的 每次出粉呢又能再筛一下 这个已经快要用完了 那接下来铁皮视频又可以见了 又是一个占了铁皮坑位的选手 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呢 就量太少了 只有7克 连续用的话真的很快就能用完 那我喜欢另一个类型散粉呢 就是跟我之前用完的 La Prie那个散粉会比较像 就是它的颜色 你不能完全说它是透明的 就是它是有一点白色的 就是像有一点那种粉饼的性质在里面的 用起来呢是稍微有点遮瑕力 并且不是那种很干的类型 这种类型我喜欢的散粉呢 就是这个Beauty Bakery的面粉散粉 也用了挺多的 这个颜色我看起来呢 就觉得稍微有点香蕉色 这个散粉就特别是当我整体皮肤状态不好 比如说有点爆皮啊 然后底妆很不服贴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再用这种很干的散粉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栽胆 但是像这个Beauty Bakery的就会很适合 它里面是有点保湿的 然后它整体它的那个粉质会稍微厚一点 盖上一层 它会让你的底妆很平整很平滑 也能遮掉一些小的瑕疵 这种不是很干的类型散粉呢 我觉得它做这种Baking也很适合 不会把你整个脸上的水分吸干 那这两个也都快用完了 接下来呢还有另一个补妆神器 就是这个Real Beauty的大盒子 哇我知道我现在很打脸 因为一开始我用它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鬼 但是现在我真觉得真香 并且我还另外买了送给我的闺蜜 这个盒子呢首先它非常大 然后它这个镜子照起来非常爽 它一边呢是西游面纸 另一边呢是这个大粉铺 这个大粉铺呢是里边已经灌了散粉的 然后它的散粉里面会有一些微微的珠光在里面 这里边这个粉呢是很干的 因为我自己是混用皮 我特别像是什么额头啊鼻周啊 蛮容易出油的 然后会显得妆有点油腻 用它来补妆真的非常方便 快捷 立干 健硬 这个粉非常细 然后它还稍微有点点白 也能改善一下你底妆的暗沉情况 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个有点不卫生 因为这个粉铺等于是不能洗的 但用到现在呢我也没有把它用到很脏 这款真的很适合脸上比较出油的人用 我带出去如果用这个大镜子补妆的话 真会觉得非常爽 底妆说完了 今年真的底妆占比比较大 接下来是腮红 那作为橄榄皮来说呢整体是会比较适合粉紫一点的颜色 会显得皮肤比较干净 虽然我也很喜欢那种珊瑚色蜜桃色 但是真的就是用起来了人很糟 第一个腮红呢 Kleidos Rofyros 这个也是我2020年的最爱 但是其实我2021我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用这个腮红 我就真的几乎天天都在用它 所以它铁皮能这么大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亚光的腮红 然后它是这种冷粉就是有点烟粉色的 用完以后真的非常白净可爱 然后气色很好 另一个呢就是苏库的大名鼎鼎的彩羊眼 就这个米棕色腮红 但这个米色你能看出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冷紫掉的 这个也非常适合橄榄皮 用起来呢就是非常的高冷 知性高洁 它跟Kleidos的不一样呢 就是它里面是有那种珠光的 日系真的很喜欢放珠光 但是苏库的珠光呢 因为它很细腻 所以它不会写毛孔 然后在一些角度呢 你反而会觉得皮肤很健康 而且还略带一点那种打了browser的效果 Kleidos这个大铁皮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盯着这块腮红用 虽然没有用很长时间 但其实这块已经凹得挺明显了 我觉得连续用两个月 它肯定能铁皮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腮红颜色太浅了 所以我要上很多 然后它还是个渐变色 反正这边浅的我根本都用不到 我每次都是用刷子在深的这块 疯狂取色 这块腮红真的就是知性写在脸上 如果它这个腮红能出更深一个色号 那就更完美了 如果你是那种冷白皮的话 用这个颜色一定会非常绝 接下来是眉毛产品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眉毛 所以我对眉毛产品最大需求 就是不能脱妆 这两个爱用品呢都是不脱妆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过 就是半天下来眉尾眉了 或者你不小心碰一下脸 然后眉毛就飞出去一块 这两个爱用品呢就都是不脱妆的 而且它们的妆效都非常自然 一个呢是眉膏 那提起眉膏 感觉大家用的都是ABS的眉膏 其实开放季的眉膏也非常好用 化出来妆效非常自然 非常好晕染 然后也不会掉 我的这个色号呢是深棕色 那我觉得眉膏真的是 所有化妆品品类里面最难用完的 用了一年哦 网上很多眉膏的空瓶 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另一个呢是日本的这个ASPRIC 这个呢它是眉粉和液体眉笔的结合 另外呢它还有一头眉书 这个眉粉真的非常自然 就是那种雾蒙蒙的毛绒绒感 特别是你用它来晕染眉头的话 非常好看 然后它的液体眉笔 你用它来画眉尾的话 就完全都不会掉色 哪怕你跳进水里也不会掉 而且它这个笔头 也能画的线条非常细 这样的眉布产品呢 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它们画出来妆效 也完全不一样 再接下来是眼影 前几年的时候眼影 都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门类 我不知道你们对2021年的感觉 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觉得 总体来说2021年 就不像以前有很多层出不穷 就是非常漂亮的东西 去年一年虽然也有很多新品 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的品牌 但我大部分的时间用完了以后 就觉得啊 就这样 好像也没怎么样 很普通 或者是跟之前出的非常类似 然后很多时候还没有之前出的彩妆好看 2021年我喜欢的眼影就真的不多 那被我有幸选入 年度最爱的眼影盘是什么呢 首先是这个 Huda Beauty的美洲豹眼影盘 哇这盘的亮片都要被我用到包浆了 那首先这盘呢 它的一个整体色调会比较偏冷一点 淡色眼窝打底色 就只有这一个灰紫色 然后这个还是不发红的 这个我很喜欢 另外呢 这盘眼影 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小九色盘 但它画出来的一个颜色变化 真的非常多 然后我今天眼睛上呢 就是这盘 这几个亮片真的都非常能打 它的每个亮片单独拎出来 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主色化一个眼妆的 所以呢 它就可以画出这种金属银灰形的 或者墨绿色的 或者紫色的 中间这个紫亮片呢 作为topper也非常美丽 这盘的亮片呢 都是处于存在感很强的 就是非常闪 它这盘九色盘 真的是比它平时出的大盘 出来的妆效会更多 如果你是喜欢这几个亮片的话 那是完全可以收的 接下来另一个 是我推了好多次了吧 这个Pammergrass的四色盘 我刚才把它摔脱刚了 所以我现在拿着非常小心 这款眼影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2021年 最最喜欢的一个眼影 因为如果不考虑到 就是要试新品什么的话 我是可以每天都用它的 而且我每天用它都用不腻 这盘眼影已经被我用的坑 算是蛮明显了 算是我买了这么多Pammergrass 然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盘眼影 我每天上班时候都用它 我就先用Tom Ford的三号 就是那个棕色 先打个眼窝 然后再用这个深九红色 加深一下眼尾 然后眼皮上先涂满这个棕色金属色 然后再在眼皮中央压这个粉色 大亮片 这盘它最妙的点呢 就是这两个颜色 这个棕色金属亮片呢 非常高级 然后质地非常好 非常顺滑 它里边呢是有那种小小的闪粉 有点银有点金 还有绿色闪粉 然后它这个棕掉呢 又不是那种很红很暖 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日常 无脑就画满眼皮 然后眼部就是消肿高级的 然后这个大亮片巨美无比 它也是我很喜欢那种冷的嫩粉 里边呢你又可以看到滤金 有的角度呢你又看是橘金色 然后这个粉亮片它颗粒非常大 非常闪 你只要把这个粉亮片叠在中央 那你就赢了 你就是最闪的 这盘pimergrass我是有信心可以铁掉的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 就是我就是想盯着一盘眼影 一直画一直画 然后每天都画不腻的感觉了 最后一盘呢就是novina5号 之前的盘我也评测过 但它们novina大盘里边呢 我真的就是最喜欢这个5号 这个5号呢才真正是novina精髓 就不像之前它里面会放很多红色 或者放很多很莫名其妙的萤光 这盘呢就是纯粹的紫 纯粹的雪青 我就很喜欢 这盘眼影我最喜欢 它的点呢是里边的亮片色 它里边的每个亮片都非常漂亮 而且它里边很多亮片都是 其实你擦出来 会比在盘子里边要漂亮很多 比如说这个看起来 平平无奇的白色 其实是冷光金 每次玩这个眼影都觉得巨美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珠光色啊 其实你擦出来 它里边的偏光都非常漂亮 也有颗粒很大的Press Glitters 这盘就是它的亮片色 还有珠光色 它之间的一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用它们做主色的话 能画出蛮多不一样的妆容 但这盘呢就是哑光色比较发红 总体来说 它在紫盘里面算是品质很好的了 眼影部分就结束了 我是真的觉得 21年眼影市场做的不怎么样 接下来是唇部产品 首先润唇膏的话 这个小小的鹅卵石 Lila Bee的润唇膏 这个润唇膏 我真的每次看它 我都觉得好幸福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见过整个包装最精致 最有质感的一个润唇膏 它这个真的很重 要打开是这样打开的 我每次都觉得它是一个设计巨可爱 这个我已经快要用完了大铁皮了 这个润唇膏非常滋润非常好用 但整体来说 我更喜欢还是这个包装 就是每次看到它或者打开它 都有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再接下来 我觉得你们猜都能猜到了吧 我20年的爱用就是它 然后我21年 我觉得我有大概80%的视频涂的都是它 Real Beauty的Fearless 这个颜色真的是我长这么大使用频率最高的 就是这种玫瑰色的 然后它是这种土豆泥质地的哑光唇釉 用起来的妆效呢 非常柔和 然后非常的雾面感 这个玫瑰色呢 是有点偏冷雕 它真的是超级大百搭 你化冷色的中性的 什么妆都可以搭 它跟淡妆效果也很搭 就是整体效果非常的温柔有气质 如果你化那种很浓的眼妆的话 又让你有点气色 又不会强调眼影的一个重点 我之前的跟常的症状呢 我现在真的是找不到 我不知道放在哪个包里 后来我在Sephora买东西 就又被送到他们的这个旅行妆 除去Fearless呢 还有一个跟Fearless的颜色一模一样 质地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们内在是完全一样的 Kleidos的NU02号 用Fearless用的太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Kleidos的NU02 再然后呢 是类似于一个这种有色的风唇蜜 就是这个Rowan Beauty的Charlie 这个也是这种玫瑰色的 它擦起来呢还会有点棕 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真的擦起来非常舒服 它里面有一种很浓的薄荷味 然后擦在嘴上 就是那种凉凉辣辣的 非常滋润 然后这个呢 你就会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滋润版 颜色又很适合橄榄皮 然后它又很滋润 而且还有风唇的效果 这个我日常经常使用 我基本上是把它当做一个 有色润唇膏来用的 接下来呢 还有Kleidos的这个D105歌雪红 我刚刚也是到处翻 终于把它翻出来了 翻出来的同时 我还把Fearless也翻出来了 这个歌雪红呢 就是那种非常深的雪浆红 我刚刚本来想再给你们试一下的 可是我今天真的嘴唇在流血 非常有气势 非常暗黑 暗红色里面呢 又带点紫 又带点棕 这也非常适合秋冬有没有 最后一个呢 就是Valentino的这个111A 这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气质红棕 但是跟歌雪红摆在一起 怎么就 一下子没有气势 这个也算是一个 它蛮有成熟感的口红 然后它质地非常好 虽然它也是眼光口红 但它真的没有那么干 然后画出来的妆效呢 也是那种非常丝绒感的 这个也是现在秋冬用非常漂亮 如果把这几个颜色 放在一起的话 就这个效果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的2021年爱用 这边呢 真的都是我一再使用的产品 今天介绍的这些呢 就是我可以一直盯着它 一直往私利用的 不知道你们21年最喜欢的 然后经常使用的 都一些什么产品呢 写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